如果没有不舒服的问题 就是手腕肩膀没有什么不舒服 那就尽量让你的肩膀 手肘跟手腕 在同一个线上 就是他们就会在肩膀 跟腋下增下放 好然后注意哦 这边很容易 这边很容易会把手肘 往前推到死 所以 所以试试看 我们的关节 不管你是哪一个关节 肩关节 肘关节 腕关节 然后怀关节 膝关节 都不要锁住它 那锁住它的意思是 完全推到底 那个就是锁住了 就会luck 然后试试看让它推回来一点 就是你可以 两个方法 你可以推到底之后 再收回来大概10%吧 就是让你的手肘窝 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 肘眼啊 那个互相看到对方的感觉 可是每个人 其实会有点不一样 像Jolene啊 你收回来一点点之后 你可能要再往 再收多一点 对对 你可能需要再收多一点 因为有的 像我的话 就是手肘外翻比较多 我就会需要收进来很多 你好像也是 对你好像也是 像你刚刚10%就觉得 好像还是 还是要再收进来多一点 所以每个人身体 感觉会有点不同 然后让你的手肘窝 互相面对 感觉一下哦 当你的手肘窝 肘眼啊 互相面对的时候 你的肩膀上下手背会刚好有一个悬起来的感觉 有个被engage起来的肌肉 好然后在这里再试试看把手指整个打开 对手指整个撑开 让你的手掌可以几乎百分之百都可以压进地板 包含你的手指尖 好然后这边试试看加上你的肩胛 肩胛在推开更多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很多力量从肩膀往下送 送到你的手腕 好在下卷式里面 还有所有的手撑地板 手撑地板的动作 都需要这个肩膀跟上背 还有更重要的是 好肩胛骨推开之后试试看 找到你的微固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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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